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IT的教学视频 什么内容 好几天没做Doker了 今天咱们再做一些Doker 好 看我的标题 咱们用Doker搭建一个PosterGrade数据库的服务器 咱们搭过Vive了 对吧 咱们搭过Python了 那么咱们是不是再搭一个数据库呢 就是今天的主题 是这样 今后我可能还要给您讲解 如果大家这样 比如说这个MySQL 对吧 比如说Ladies 包括Doker Compose 今后都会讲到 因为是这样 咱们如果想把Doker用于生产环境的话 Doker Compose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今后一定会给您讲到 您不要着急 好 今天咱们先说 今天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使用Doker镜像搭建一个PosterGrade数据库服务器 该怎么做 好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先去DokerHub上 去看一下PosterGrade的镜像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我再来一次 刚才没拷贝过来 OK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是Doker官方支持的PosterGrade的镜像 咱们一定要用它 非常的推荐 然后咱们看一下Tag Tag里面是这样 PosterGrade最新的版本已经到了12 但是我给您的建议是不要用最新版 重要事情再说一遍 不要用最新版 用哪个版本 用比较稳定的版本 像我们公司用的是哪个版本 因为当时我们公司整个服务室我也做的 我用的是9.2版本 到今天我用都是9.2版本 都没有升级 为什么 非常的稳定 那么今天我测试用哪版本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9系列 9.6.16 idle版 我准备用这个版本 给您做今天课件的演示 有朋友说 我就想用12行不行 没有问题 您可以用12 下面可以找到 10或12都可以 但是今天我给你演示的是9系列 咱们用9616 好不好 就用这个版本 OK 咱们先少许回到我的课件 首先我再跟你说一下PosterGrade 咱们先看一下官网 这个是PosterGrade的官网 它提供了免费版 同时也提供了企业版 一般咱们个人开发 甚至小公司的使用 用免费版 足够足够了 最新版本 大家请看是12.1 然后点击来进入之后 9系列是9616 没问题 让大家注意一下 它这个地方有什么 有一个EUR 就是说 我现在用PosterGrade 哪个版本 这个版本 它支持到什么时候 这个地方 您应该有个意识 这个地方咱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请看 比如像我们公司 现在用事9.2 对吧 已经过期了 17年 10月9号就过期了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还得用 为什么 很稳定 对吧 咱今天讲解 是9616 它是2021年11月11号 才过期 所以说还能用 有朋友说 我们公司要追求最新 那没关系 您用这个12.1 12.1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 这是刚出的 19年10月3号 还热乎着呢 好不好 这是今天的 另外的话题 今天跟咱刀壳没关系 只是给您带一下 PosterGrade的知识 这是个版本的信息 我这课件中 也有这个URL 有兴趣的朋友 也直接拷贝 就能够看到 好 那咱们先少许 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 实战演习 咱们用Doker 如何搭建 PosterGrade的数据库呢 马上开始 刚才咱们找到的 就是这个 9616 i2Pan版 对吧 今天咱们就安装它 好 咱们先少许 马上开始 到我的终端 这是我准备的一个终端 好 咱们在执行这个Pull之前 咱们先用Doker 以前给您讲过命令 看一下我本地都有哪些个镜像 这么多吗 对吧 OK 咱们把它清除一下 接下来咱们安装Postgres 9616 因为它是RPan版 所以说呢 不会太花时间 就能够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完成 大家请看快不快 就因为它是RPan版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版本的大小只有37 算是38兆吧 3729 38兆 非常非常小 秀珍李纳克斯 再加一个Postgres 多方便 好不好 OK 清评 那么该怎么做 看一下啊 咱们直接用这行命令 就启动这个镜像 搭建一个Postgres数据库的容器 咱们看一下这个命令 是怎么运行 SU2没有问题 Doker命令 Run运行 然后-name 这是什么 这是指了我这个数据库实际叫什么名 我呢 叫做WiveDB 可以吧 专门被我的Wive网站服务的 对吧 然后端口号 是把这个容器内的5432 咱们数据库服务器 默认是5432 对吧 把这个5432映射到外围的5432 这样咱们从外围就可以访问到这台服务器 好吧 然后 初始到Postgres的超级用户 我给的一个默认的user是DB user 好不好 然后 它的默认的口令 我给的是12345678 这个就是本地的超级用户 然后呢 这是-d是指的精灵县城 然后 咱们用哪个镜像 刚才我下载的这个Postgres 9616 阿罗派 好吧 咱们通过这行命令 就能够启动一个Postgres的数据库的实力 马上开始 拷贝 够 试一下 正在启动 OK 成功 成功之后怎么办 Docker Contin 看一下 启动成功了吧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咱们刚才起的这个实力的名称 LiveDB 没有问题吧 OK 好 接下来 有朋友说了 你启动了 我怎么知道这数据库 我就能访问了吗 对不对 好 咱们有这个NNUF命令 咱们看一下 NNUF我还没有安装 稍等 咱们安装一个 先少许 咱们马上安装一个 NNUF这是个非常常用的网络工具 非常推荐您使用 您可去扫描任何一个IP的端口号 这是另外的话题 OK 安装成功 稍微 我的网络稍微慢 其实不慢 安装完之后 咱们再scan 用它扫描一下 我先清一下屏 好 NNUF 然后指定我本机的这个IP 然后一扫描 大清出来了吧 这个地方有一个5432 说明Docker容器的5432多少号 被我映射到了本地 没问题吧 那我从本地就能够访问 怎么访问 一般咱们最简单的就是这个PSQL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这台机器上 没装这个PSQL 怎么办 装一个吧 好不好 装一个 今天给大家演示 咱们就都装一个 然后这个是共通包 咱们再装一个10的版本号 这是10的客户端的版本 OK 这样的话我清一下屏 咱们试一试 怎么试 大家请看 我用这个PSQL 然后加个H指定 我要连本机 然后这个用户名用什么 用这个DB user 就这个地方的 DB user 没问题吧 OK 咱们通过PSQL命令 去连一下这个Postgre的服务 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需要指定一个口令 口令是什么 这地方咱已经指定完了 对吧 12345678 对吧 好 输入啊 大家请看 我现在已经成功连接到了这个Postgre的数据库 那咱们就可以做咱们自己想做的数据库的工作了 对吧 是这样 针对于Postgre 我专门做了一套课程给您讲解如何使用啊 有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那个 今天咱不讲解 那咱干什么 咱就执行一行命令 看一下我当前这个用户下都有哪些个默认的系统表 可以吧 这么多表 这都是系统表啊 咱们可以这是自己CreativeTable用SQL键字给表 对不对 OK 退出 然后呢 -Q 退出 咱们就不在PSQL里面纠缠了 好 清下屏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已经下载了Postgre的image镜像 同时咱们本地启动 很快的就搭建了一个本地的数据库Postgre的服务器 对吧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试试其他的功能啊 比如说 这个数据库我现在启动了 对不对 我把它停止怎么办 咱们看一下 我如果停止它们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大家请看 现在我正在运行它 名字叫ViveDB 对吧 然后我如果我想停止它的话 我会敲 Docker 控格 Stop 然后再加这个实力名 ViveDB 再一下 就能够把它停止掉 停止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 大家请看 本地端口没有5432了 对不对 说明这个数据库的实力 已经停止掉 然后咱们再敲上这个 containerls看一下 没有吧 没有正在运行实力 然后咱们再敲一个-a 这个实力其实是存在的 只不过已经被停止掉了 对不对 OK 基本的概念给您讲完之后 那咱们再重新把它启动 start webDB 轻下屏 把刚才停止掉的服务器 咱们再把它启动起来 然后咱们再用containerls看一下 已经启动起来了吧 没有问题 这是最基本的数据库实力的操作 接下来 接下来是有意思了 是这样 咱们并不是说 我下载完这个postgres的镜箱 然后启动 这个数据库的服务器 就叫搭载 就叫装载完了 就叫可以使用了 不对 咱们还要对它里面的配置文件 postgres的配置文件 做很详细的设定 对不对 那么很详细设定 那是数据库的DBA的课程的讲解 今天我给你演示一下 如何编辑看到这些文件 好不好 那么咱们怎么做 大家请看这行 咱们先进入这个实例的bash 或者说叫做share模式 好不好 通过这行命令 大家请记住 因为我这个实例已经启动 所以说我直接通过我这个命令 进入这个实例的share模式 进来了 现在我等于是在Docker的容器里面 打一下RS 这里面是个Linux 对不对 所以咱们看到 它是AlopanLinux 咱们都看一下 跟咱们平时的Linux的使用 完全没有问题 好不好 OK 在这里面 我干什么 是这样 大家请看这个目录 这是个什么目录 这个就是postgres的主目录 或者说叫做数据目录 咱们进入这个目录看一下 稍等 清屏 好 进入这个目录之后 然后咱们干什么 敲RS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是这个容器内的postgres的主目录 大家请看 最常用的两个文件 PGHBA 这是负责管理这个数据库的这个实例的存取权限 对吧 还有一个是postgres config 这个是做各种详细的postgres的配置 这个我不给你演示今天该怎么配置 该有什么注意点 咱们就直接看一下 看看它里面内容就够了 好不好 比如说咱们先看一下这个HBA 大家请看 默认 默认 它给的是这个local 是吧 local存取 全都是信任 对吧 OK 这个地方可以做更多的数据库安全的设置 然后咱们再看另外一个 postgres 这个是非常详细的 这个postgres的性能优化 调餐 在这个地方都能够配置 好吧 OK 接下来咱们退出这个share 就是share回到什么 回到咱们本地的这个里达克斯的环境 对吧 或者说咱们本地的客户端的环境 对吧 退出那个服务器的环境 刚才咱们相当是进入服务器的核心里面了 对吧 OK 那么接下来 本来说这个课程就给您讲完了 但是因为咱们搭建的是数据库服务器 数据服务器有什么作用 它里面的数据非常的重要 咱不可能说这个Docker这个容器一关掉 一删掉 这个数据都没了 这是不行的 对吧 那么咱们要数据要保持它的永久化 该怎么做 这个要重点说 咱们需要什么 咱们需要在这个Docker容器外 单独建一个卷标 或者建一个卷 让这个位置永远的保存的数据 它不随着这个Docker这个容器的毁灭而毁灭 它永久存在 对吧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咱们怎么建卷 首先我先给您看我这第二行命令 咱们看一下目前 我的这个Docker里面有没有卷 这卷具相对是一个目录 一个驱动器 怎么必须都可以 好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现在默认有一个这么一大长串的卷 这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我刚才建的那个 WebDB Postgres的那个服务器 它自动给我建的 换句话说 如果咱们不提前指定的话 它的容器会给咱们默认建一个卷 让咱们的数据永久化 让咱们的数据目录脱离 Docker容器存在 好不好 那这名字非常难记 对吧 如果咱们要建多个容器 那不就乱了吗 对吧 怎么办 咱们可以自己指定名字 咱们先建一个卷 大家请看这行命令 我先在本地建一个卷 这个卷的名字叫什么 WebDB Data 可以不可以 试一试 咱们马上建一个卷 回车 创业成功 然后咱们再用这个 Lease看一下卷 本地有两个卷了吧 没问题 一个是刚才使用的 一个是我新建的 对吧 OK 接下来 咱们用这行命令 看一下我刚刚建的 这个卷的一些个 基本的信息 怎么看 马上开始 清评 对吧 咱们建的卷叫这个吗 WebDB Data 回车 大家请看 这个其实是在我 物理本机的目录 建了这么一个卷 然后这个卷的名字 叫做这个 对吧 然后我要把 物理本机的这个目录 在启动多块容器时 挂载 或者说绑定进去 这样的话 那个容器永远用的是我本地固定的这个目录 固定这个卷 那么保证这个数据不丢失 对吧 如果你想备份 备份本地的这个目录就够了 对不对 好 咱们先少去马上试一试 首先 咱们把刚才的WebDB停掉 可以吧 OK 今天这一课有点时间长 然后把刚才这个WebDB删掉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没有了 说明咱们已经本地没有任何的数据库的这个实力了 包括这个容器都没有了 好 那么咱们怎么办 今天的最重点的来了 咱们看一下 这亲爱评 咱们重新启动一个叫做WebDB的数据库的实力 然后咱们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刚才没有的 把我杠V 是要说卷绑定 把我刚才建的这个卷 然后加一个冒号绑定到这个Docker容器里面的这个目录下 这不就是PostCrate的主目录吗 对吧 OK 这个是刚才没有的 然后端口映射 然后起一个数据库的名字 然后给一个password了 接下来告诉他是精灵模式 然后启动哪个数据库券 这跟刚才启动哪个数据库的镜像 这跟刚才都一样 好 咱们先少去 马上试一下 Go 看能不能成功 成功了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这个卷绑定上了 怎么证明咱们这个卷绑定上了 看这个 Docker Inspect 监视 观察 观察 咱们这个数据库 这个容器的实例 叫做WebDB 咱们观察一下它 看看它是怎么描述的这个实例的 出来了吧 咱们马上看 内容很多 咱们要看的地方是 大家讲这个地方 绑定 看这个信息 说明什么 说明圆是用的这个目录 然后呢 绑定到容器里面的这个目录 用的是这个卷 说明什么 绑定成功 这个数据库的容器 用的卷 就是咱们外围的这个本地的物理的卷 这样咱们数据永远不丢失 比如说 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数据库呢 是这个 9616 逛天可能出过9617 9618 或者说出9.7 如果它数据库的格式 没有发生改变的话 那么咱们 比如说今后下载了一个9.7 下载完之后 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 还指定这个卷绑定 那么就自动完成了数据库版本的升级 您说方不方便 OK 以上呢 就今天给您讲解的 用Dokr如何搭建Postgres 数据库服务器的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能够理解 OK 然后呢 我今天这个课件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 有心理朋友可以下载参照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那边再见吧 拜拜